這些小樹都是自己下種長出來的 然後你上次我不是有講說 可以看到 這每一棵樹這個章樹 這一棵也是章樹 這個是土蜜樹 他們間隔多少 距離 才一公尺 不到一公尺就長了一棵樹有沒有就長了一棵樹 其實 自然的狀況下 這些 小樹呢 他的自然的狀況下 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 一個森林裡面 一個森林裡面 的生命力是來自於哪裡 是來自於這些小樹 因為呢這些大樹 離開的時候呢 這些小樹可以起來 森林能夠生生不息 森林能夠生生不息 最重要的是 森林底下有這些小樹能夠更新 能夠掩替 能夠更新能夠掩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森林底下的森林底下有這麼多的小樹 但是 這些小樹跟我們看到的種的樹 有 有很多不一樣 是 你看這個張樹 你看這個張樹 他一年結了幾萬棵的種子 一輩子可能有結出 幾千 甚至以上千萬棵的種子 但是呢 他一輩子 就只希望說 有一棵種子能夠發芽成功 能夠長成一棵樹 也就是說 我們在自然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 在野外看到的每一棵 小的 自然長的樹 它都是 萬中選一的 在整個 自然的淘汰的過程當中 環境的壓力當中 最後才有一棵 種子 成功的發芽 長成一棵樹 所以呢 我們眼前所看到的 這一些樹 都是最棒的 都要尊敬它的 因為他們都是在幾萬棵的種子裡面 在自然的環境之下 成功脫穎而出的 這個根在 苗圃裡面 我們人種的樹 再把它種到大自然裡面 它就會死傷慘重 就會很多的樹就會死掉 而在自然的環境之下 它受過 淬煉之後 所長出來的每一棵樹 都是我們在地的天使 綠色的天使 也可以守護我們這座山的土地公 其實 都是這些綠色天使 在保護我們的森林 所以呢 我們不要小看 在自然的狀況下的每一棵樹 它們都是非常棒的 都是萬中選一的 這個是掩涕 慢慢的 我們的森林 在不勞動的狀況之下 我們的森林就會 可以慢慢的回復成 自然的狀態 你看這些樹有這麼多的種類 它們就可以架構出一個 完整的食物鏈 那這些完整的食物鏈 就具有生態的功能 就具有食物鏈的功能 跟整個生態系的功能 那這個森林 就會具有很多的這個生物的多樣性 那它也可以具有一些生態保育 跟整個環境保護的這些功能 對我們的人 都是非常正面的 對我們的家鄉也是非常正面的 我們就往下走囉 我們的目的地道囉 好 公平 Cyrc